欢迎收看新闻智库 五中全会召开 有全解放军四总部七大军区 将会改成三位六部 现行架构军委之下 有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 以及总装备部四总部 总参谋部以下有七大军区 分别是沈阳、北京、兰州、济南、南京、广州和成都 军区是中央军委派出的战区联合作战指挥机构 主要根据国家行政规划、地理位置、战略作战方向和任务来设置 总政治部负责监察和人事升迁 政治委员具有战场指挥权 消息说从早之后四总部七大军区会撥入新部门 总参谋部联合其他部门成为联合指挥部 总政治部都会改名专责人事资源 剩下两个部会取消 按职能撥归新部门 当局会将核心部门集中建设联合指挥部 直属军委并以作战区代替军区 战时就由战区联合作战指挥部统领作战 联合指挥部主管 作战指挥负责制定作战计划 调动部队指挥战斗 全体军人需要听令 军委和联合指挥部 军队日常由军总司令部管轄 三位陆部专责日常运作和训练 七大军区按地理位置 改成四大或者五大战区 涵盖海洋和陆地 突显跨军总整合思维 这样的话 中共军队多年来的架构将会被打破 军令、军政明确分立 由从前至上而下的树葬模式 改成向横发展的平衡架构 军委权力更加集中 中共政权成立之初有十几个军区 有专家指出 救济主要是仿效前苏联 以陆军为主 用于现代作战是不合时宜 加上架构错综复杂 层次繁多 指令难以直接下达 各军区山头主义 军人只是听命于直属上司 例如海空军 由海军和空军司令指挥 连艦队司令都不放在眼内 出现 总参指挥不了军区 军区又指挥不了海陆空三军的流动 分析认为 海陆空和第二炮兵战力 经过整合之后 有助改变各自为政 山头临立的状况 预计改制之后 将会更加贴近现代西方军事模式 某程度上 新制是参照美军架构 说得上是知己知彼 美军由国防部组织 有五大战区司令部 和联合指挥部 海陆空三军统一 在一个指挥部之下 人事任命和日常训练 并不属于指挥部的管合范围 这样的好处 是军令不会受到人事任命影响 有分析认为 在政治层面上 改制还有另一个目标 就是配合打大老虎行动 实行将已经落马的军方高层 例如是徐才厚和郭伯雄等预党 消灭正尽、斩草除根 今集新闻智库讲到这里